大家好 我是夏天 华姐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这个格尔木已经待到的第16天 然后集中静态管理的第11天了 我们刚刚是吃完了午饭 现在准备喝点茶 消消神 好久没喝茶了 今天就在这喝点茶 华姐正在拿茶具 我们今天用下我们的新茶具 还没有用过的茶具 对 就是这一套新茶具 我们还没有用过 上次华姐就很喜欢这一套茶具 底盆 华姐特别喜欢这个茶具的花色 嗯 颜色很漂亮 小茶壶 拿两个杯子 对 四个的我们用 嗯 两个就OK 我们有一部分茶也灌到这个盒子里了 嗯 这是红茶 红茶 红茶 我们现在这个天喝红茶会不会太热了 热了 好 再放个茶吧 好 这是那个云南的颠红 看看这一罐里面放的是啥茶 这个是我们在云南昆明的时候我们同学送的吧 嗯 她送的那个茶很好喝 我们喝这个茶 对 喝这个 嗯 喝这个茶 华姐先把这个洗一下 嗯 还没用过 嗯 还没用过 对 烫一下去 华姐给我们这个花来擦叶子 开窗时间长了 它还是有一些灰啊 嗯 然后喝茶的时候摆上一些小花 还是很有感觉的 对 喝茶也要有仪式感 嘿嘿嘿嘿 那必须的 哦 怎么样 这茶味味道 可能是这个水不行 是吧 因为咱们之前喝过一次这个茶 对好喝 它这个水带点咸味 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买的纯净水 已经全部喝完了 对 我们喝的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集散中心里面 它有那种大的开水器 烧的就是自来水里的水 所以它这个水喝上 确实不是很好喝 还有味儿 但是特殊时期嘛 你现在有茶还好喝一点 要是没有茶 光喝它的那个开水 味儿更重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两天就多喝点茶水吧 特殊时期 有吃有喝都不错了 是不是 这个茶喝上就有点 像他们这个 他们叫的什么 挠茶 啥叫挠茶 记得咱们每次去餐馆吃饭 倒的那个茶不是都有咸味吗 他们当地人就叫挠茶 是这样的 对 特殊时期 不然要是再有点小茶点 对 前两天我们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和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这个脱挂房车的优缺点 然后就有个别网友 就私信我们 就问了一下 就说 我们去年是床车嘛 对 然后现在又是脱挂房车 就是两种车都用过了以后 他们想让我们提提建议 那到底是床车好 还是房车好 因为他们自己也在纠结当中啊 考虑哪个更好更合适的时候 首先是有前提的 就比如说 你是打算长期自驾 还是打算短期自驾 是不是 对 那像有的人 大多数是属于上班的 做生意的 他本身就很少有时间出来 对吧 就有的时候可能会 有个小假呀 或者给自己给弄一点休息时间呀 想出来玩个十天半个月 有的最多可能玩个一个月左右 那这样的 首先我想我的建议就是 床车好 是不是 对 因为你买一个房车 哪怕是个B型房车 很多人说B型房车 可以在城市里通勤啊 是勉强可以通勤 但是你要比起咱们的轿车 SUV是不是 你的通勤效果还是差很多 是 其实并不是非常适合 在城市通勤 那像短期旅出来自驾游的朋友 我建议就是床车 因为你玩完了 你回去还可以你正常的工作啊 这个车你还可以在城市里正常的用 这个是很方便的 那如果要是像我们这样 就是长期能在外面自驾游的 包括有一些退休了的朋友们 对吧 他本身就可以长期自驾游了 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 真的房车好 我们去年 五一开始出来的嘛 然后也玩了一年的床车了啊 对 床车的各种我们都经历过 如果长期出来 不建议大家用床车摆摊做饭 对 是吧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咱们之前说过嘛 现在各个地方都讨厌床车房车 最重要的就是 不适合你在外面做饭 在外面摆桌椅帐篷的地方 大家都摆开了 这就会让人觉得 整体来说不整齐 对 会影响 会影响整个环境 因为很多的停车场 其实只是一个单独的停车场 不适合你在外面扎营啊 床车没有办法 你要想自己睡床车 如果自己在做饭 那你必须在外面扎营了 对吧 那床车长时间的话 真的不合适 其实床车是短期出来旅游啊 你有的时候可以 为了方便 有些地方不好找酒店的地方啊 我睡一下床车啊 但是其实尽量还是 车家 床车加酒店 对 这种形式 对 如果有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做点饭 但大多数地方都不方便 所以还是再尝尝 其他地方的美食 本身旅游了嘛 我觉得今后的床车 的度会越走越窄 除非就是你的床车 只是睡觉 不做饭 然后加饭店 对 这个我们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一路上 经过了这么多地方 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多地方 不允许你在外面做饭 摆大帐篷 这样的地方 所以如果短期自驾游出来 也要用床车的朋友建议 就是床车紧睡觉 对 因为你毕竟出来 时间又不长嘛 你就可以常常当地 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其实也是挺好的 床车最好就是 床车加酒店 加在外面吃饭 这是短期旅游最好的 那长期旅游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房车了 而且房车 一定要能在室内做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正式的房车营地 就是不多嘛 对吧 不多了以后 就导致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房车 停到了就是市区内啊 这些正规的一些停车场 那这些停车场 都不适合你在外面 搭帐篷 做饭 对 所以房车以后的趋势啊 一定是要在里面能做饭的 除非就是等着慢慢的 这些房车营地的设施 或者房车营地 逐渐跟上来了 对吧 那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做饭了 因为它提供了 有那样的环境 但是没有提供那样 环境的地方 不要在外面摆摊 不要在外面做饭 这是一个就是 从现在啊 就是我们出去玩的 便利上面来说 长期自驾 房车好 因为你在外面 不容易被驱赶 对 如果你要是 床车的话 被驱赶的程度 你要是还要在做饭摆摊的话 被驱赶的程度会很高 第二 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对 那第二个方面 长期自驾的话 那人考虑的 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舒适度 对吧 你常年在外面 如果身体上不够舒适 你的身体受不了 你也坚持不下去 后面的继续的旅游 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 健康永远是第一位 对吧 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不管干啥事 都是不行的 华姐给大家讲讲 我们这个床车的舒适度 和房车舒适度的 区别性有多大 首先那个床车 床车因为刚开始我们 刚开始那会儿 精神头比较大 床车铺上 而且用的是乳胶床垫 感觉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省钱 真的是省钱 你想住一个酒店 一百多块钱 对吧 这都算便宜的 每天每天你想省 省这么多钱 对吧 真的心理上 哎呀 觉得很好 省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自从有了房车 房车以后 拖挂房车以后 住的 你大概也都可以看得见 住的真的是 舒适太多了 首先我们不用铺床了 是吧 比酒店 那真是强多了 对 像我们找酒店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酒店我要顾及它的卫生呀 床那儿被套呀 对 也是挺烦的一个事 就是你房车空间再小 起码自己的地方 干净卫生 你心里踏实 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心里就很踏实 之前我们准备买这个房车的时候 还有网友建议我们说的 你买那个房车花那么多钱 你不如把这个钱用来住酒店 在外面吃饭 说不一样吗 还方便 对 其实朋友们真不一样 怎么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 酒店 像我们说的 我们想省钱 对吧 那我们就得找性价比高的酒店 找酒店首先就很好时间 第二个 你住酒店 你不能自己做饭 那有的朋友说了 哦 现在有很多的民宿都可以做饭 第一个 民宿的价位不低 对 只要带做饭的价位都不低 第二个 像我们这种旅行模式 我要是今天有可能只在这个地方过一夜 那我不可能说搬到这个民宿 我把我锅碗瓢盆调料 全部搬到这个民宿里 明天早上再全部搬下来 很麻烦的朋友们 很多东西想象感觉 觉得很轻松 其实你真正去经历了就不一样 经历了完全是两码事 对 所以有很多朋友给的 给建议的朋友 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自驾游的经验或经历 只是想当然的 只是想的 但是想象和事实上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像我们经历过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是哪怕你天天让我住那个能做饭的民宿 我也不愿意 因为我要天天去搬锅碗瓢盆这些东西 很麻烦 对 如果你住了酒店 你要是不打算做饭的话 人家说那你在外面吃吗 是不是 朋友 如果要是你短期自驾游出来 我非常赞同在外面吃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到了一个地方要尝尝当地美食嘛 但是一旦是长期自驾游出来的朋友嘛 你受不了天天在外面吃 更多的时候就是偶尔吃吃外面的饭 尝尝鲜对吧 尝尝特色 但大多数还是需要自己来做 自己的饭做出来以后怎么样都会很合胃口 身体好 他特别简单的下挂面呀 这样放个点胸是 吃的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 我要是长期一段时间 光吃外面的饭不吃家里饭 我的胃就不行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 我的胃病就犯了 所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犯过胃病了 这个功劳是滑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朋友问我们 床车加酒店 加在外面吃饭 不比房车香吗 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香 但是这个东西仅限于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呀 我们的喜好呀 我们的旅行方式啊 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给大家说 你到底去买一个B型好 你买一个拖挂好 还是你用床车好 或者是你家酒店的方式好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的建议 我们已经希望尽量去客观的去分析这些问题 但是都不能做到完全客观 因为我们说的想法和我们发现的问题 都还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以我们为出发点的 如果有朋友给你们建议 也说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种建议都不客观 因为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需求 你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我的感觉就是床车好还是房车好 就跟你找对象 自己觉得好的 那就是好 对 但是就是很多人因为他没有接触过 他也不知道怎么选 那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已经说给大家了 大家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再去结合着自己去选 但是我们这么长时间了 发现真的床车以后的路 感觉会越来越窄 前两天我们那个视频 说到我们的那个饼子吃完了 有网友跟我们联系了 说的 看着你们东西吃完了 说的能不能给我给个地址 我给你们再寄一些物资 说的吃完东西没东西吃了 说好可怜 真的好 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好感动啊 就觉得 就是我们 现在的就一举一动啊 就大家都很关心啊 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又温暖又感动 然后又有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的那种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上个视频也看到了 我们物资又来了 米 面 油 菜 我们又都买上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这边的工作人员啊 都不会让我们饿着的 在这里真的也再次 感谢大家啊 这么多的 老朋友陪我们也走了一年多了 嗯 还没每每说到这啊 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对 来 为我们热心的朋友们 来 大家 走一个 以茶代酒 走一个 你这真是喝酒的姿势啊 喝完还 嗯 可爱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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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